大家好,歡迎收看《旺期趣》節目,我是Amy 新冠疫情方緩,不少國家不再硬性要求民眾戴口罩 美國一個富豪早前坐飛機時就出價10萬美元,約78萬港元 要求輪助女乘客脫口罩引起熱議,一起去片了解一下 美國科技大亨機儀器早前在社交平台發文 只剩下一個航班頭等倉時,讓女士主動跟她攀談 並透露自己在藥廠工作 兩人探索口罩防疫功效話題時,既然是認為 並沒有確實證據證明口罩能有效防疫 有只有研究證明病毒可經眼睛入侵人體 而且人用線時,液水脫下口罩 甘子病毒其實防不勝防 記證器於是向輪助女士提出一個有人要求 只要她願意是寄上全程脫下口罩 就給予10萬美元作為報酬 又透露起初為對方提供100美元 約780港元籌漏,被對方脫口罩,但遭拒絕 其後線會逐步加碼到10萬美元 但最終都被對方一口拒絕 記意欺事後發文,指明反口罩立場 應用這是一場對於信仰的實驗 聲稱即使欠缺明確證據,證明口罩效力 再加上具騙象的理由,人們都不會輕易轉換立場 其實記意欺除了是歸谷富豪,光學或數法名人 同時亦是著名的反疫苗人士 正對疫情發表過不少爭議性言論 今次事件有人批評記意欺的理由是為吳道德 現役可能令人付出生命為代價,不值得為此冒險 亦有人質疑不會接受他的提議 好希望下次乘搭飛機可以坐在他旁邊 你們又怎樣看呢? 好了,今集講到這裡,多謝收看